今次這張大碟是否會有實體碟 我們爭取,應該就爭取了 爭取成功 其實挺有趣的講起這個 topic 因為我們自己想這隻分分鐘是我們 其實是有可能最後一隻實體碟 是啊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都不需要 因為各樣都已經數碼化 和數碼化這個運作已經開始融入了這個世界裏 我覺得大家聽歌的習慣 最簡單也最常聽到的就是 我喜歡哪隻歌就選哪隻歌 跟著就是砌回自己的playlist 變成一隻實體碟 其實講起都好笑 已經是幾年前的時候 我記得有我們Inbox留言 是樂隊的帳戶 我們那時候出了一隻碟 跟著有個粉絲問 咦,我這隻碟可以怎樣放在電話上 嗯,好問題 好問題 即是他應該連家裡連CD-ROM都應該沒有 是啊 有些電腦都不出CD-ROM 是啊 其實現在小時候知道什麼叫CD-ROM 什麼叫CD-ROM 可能CD都懂 都明白 為什麼叫ROM 什麼是ROM呢 我都不想回答 其實是我知道的 OK 我打掉不是媽媽 所以其實很多小事 這個是一個例子 但很多例子都告訴我們 其實你再需要不需要一隻實體碟 你有沒有方法去播 還有現在別人聽音樂的 Exactly 聽Ling哥說的 所說 我們是 其實一隻實體碟 是一隻 藝人做了給你的playlist 嗯 對不對 但是現在 人是否喜歡自己playlist 即是你看電影也要on demand 你就要等他九點半播 是不是 其實現在我們consume音樂 已經是不同了 種種種種的問題 沒有答案 但是在於你們自己做音樂 你音樂人的立場來說 唱片 還是什麼重要的事呢 我都不是了 你不是了 OK 實體唱片 那隻碟 是不是一個重要 我覺得已經不再重要了 嗯 出大碟 就是出一隻album 一隻專輯 這個 這個 是一路都是重要的 嗯 就是我覺得 但是那隻專輯 是用什麼format 給人聽到呢 我覺得這個 是 我覺得要跟著 這個 世界 或者這個時代 去進步的時候 要 做到 因為 我也想吵一隻 OK 因為現在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 Bank 都會買 即是就算不拆開 但都會買 其實CD變成紀念品 你沒有買 我有 可能沒有拆出來 放在CD上 真的買回來 不拆 真的 紀念品知道 我喜歡這隻碟 我想手拿著 像打機一樣 有很多數碼 但是我都想買一個 其實拿著 這樣 就是一個情義結 是情義結 特別對於我們 可能喜歡音樂的人 我們這個H-Ring 從小到小 就是CD 去包大我們的時候 總是有實體的握手 好像實在一點 不會因為電腦壞了 而不見了 然後我想問 或者想罵 上次Timeline 你們真的不出實體的時候 其實那一刻我已經發脾氣 其實Timeline有實體的 只有100隻 好少 你們不知道怎樣分出去 是沒有人看到的 其實 沒有送給你 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跟NICE 剛才數到你 我只有一個 我自己也 我們也是 我們同時自己弄的 都沒有一隻 但是剛才你所說的 那件事 就是跟NICE的紀念品 因為本來我們 出Timeline的時候 是想著有一個音樂會 就是一個 我們想的 One Night Stand的一個Show 連著門票 再加上CD 一拼去出 但是那時候 因為找不到場地 有各種原因做過這件事 所以連著碟 都沒有去發售 OK 就變成是很限量的souvenir 只是送給身邊的一些媒體 朋友 等等